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的逢甲商圈 我们昨天晚上住逢甲商圈 所以逛逢甲夜市 然后从这边出发到台中的市中心 台中市中心也算是一个老区 其实它现在有新的区域 那边高楼比较多 只是高楼来讲那边大部分都是写字楼 不然就住家 就没什么好逛 那旧区的那边有一家公园眼科 日据时期的一个眼科诊所 当时还是亚洲最大的眼科专科的诊所 我们要去看眼睛 我也是应该去看 去看看眼睛 其实那边它现在 因为当时是日据时期的建筑 那光费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主要就是有一些 可以吃冰淇淋 可以买一些伴手礼 大概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眼科现在就已经没有了 大概是这样 可是那建筑还是当时的日据时期的建筑 是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去彩虹眷村 这也是一个台湾的历史的一个演变 日据时期的东西 然后到了民国 就是等于是国民党接收台湾政府 接收台湾之后 然后当时 然后又国共战争 好 国军战败 退投到台湾 把当时的台湾 当时的国军的这些老兵 安置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台湾叫做眷村 眷村 那这一块呢 是属于保留地 因为很多眷村都已经改建了嘛 老旧啊 不然就是我们这些老伯伯啊 他们都已经可能离开人世了啊 所以一个保留区 当时有一个老爷爷叫做彩虹爷爷 我们把这边画的美轮美奂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保留区 我们等下也可以去参观看看 再来 我们要去台湾的往北走 往台湾的北走到苗栗 苗栗一个盛兴车站 又跳回来日据时期的东西了 这个老车站也是日据时期的时候 盖了一个车站 因为那个现在铁道有改线 所以会搭乘一个电动的小火车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直接就在那个当时的那个铁道上面 行走 然后有很多很不错的风景啊 还有装饰艺术 今天大家的行程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 感谢蕊哥 来我们一起来坐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这边拍出来很漂亮 是啊 身體製作詞 – 行程 为你擦干净眼泪 原来这就是思念的滋味 我不想要一人醉 寂寥却紧紧跟随 原来这就是思念的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